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好 就在我们录音的同时 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 世界政治新闻正在进行中 就是美国大选 节目播出的时候 会不会已经有结果 可是应该没那么快吧 就是听大家讲说一定会拖 对 还有通讯投票什么 这个关键周 其实我们录音一出去 就有结果 对 这边录完就有结果 没关系 总之我们在录音的当下 还不知道结果 不敢评论 很恐怖 对 本来想说 美国大选是不是又在做一集 因为感觉我们这个时间点 讲什么都不会有人想要听 对啊 不然我们录两个版本 一个是川普上 一个是拜登上 然后我们就看结果发片 你说 啊超准的 你说跟小编一样 然后做一个拜登版 然后跟一个川普 对对 这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种像这种新闻 我们都必须做两套稿 都先写好 然后看到说谁上 哦 赶快啾 马上发出去 哇 好快 没有 我们两套都做好 也不是我们猜很准 没有 是两套都要先做 我印象很深刻 我之前有一个前辈 就是四年前的 诶 是四年前美国大选 然后他也是 他信誓旦旦觉得希拉蕊会赢 然后 你要透露他的信誓 没有没有 我是说他就做超美 然后川普就乱做一通 因为他是那种 那个报纸的美编 哦 然后他就 他也做两个版 对 他就做两个版啊 他本来内心想说 啊 川普啊 随便弄就好了 反而你不会做 结果那个结果出来 他说超傻眼 然后他觉得他做超难看 然后他来得及改嘛 来不及 那回去找我看那天的报纸 就知道是哪一个报纸 然后最好笑的就是 因为上了嘛 结果过没几天了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四年前 然后他自己在他的脸书上面 就PO了就是希拉蕊版本 哦 因为他觉得 做超美这样之类的 他说自己留言说 怎么想都没有想到 川普上了 对 真的 所以真的哦 你知道媒体从未人员 你以为发生这张图 好像很厉害很辛苦 没有 我跟你讲 他的背后的辛苦人 是double的 两个都要做 对啊 但这次因为真的是两 两边的 太竞争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很具体的说 啊 谁一定会上 或是谁不会上 嗯 据说是 可能会再拖个一阵子 今天没有办法 因为通讯投票啊 等等 所以没有办法 那么快的开出来 诶 听说这次有一个 投票制度是 因为疫情嘛 然后有一个邮寄的 哦 美国 应该说美国 一直都有类似的制度 就是像邮寄投票 邮寄 我们就不行吧 邮寄不是 邮寄 就是寄票过去啊 没有 没有 不是 我刚刚想说 应该不会听成 有什么腰直 那个邮寄 好好 没有 对 就是 等于是你会拿到那种 有信件那种 那种选票 然后你要寄到 这个 对 他指定寄的地方 对 用通讯的方式 我刚刚看那个 美国那边一些媒体的直播 然后就有一些 选民就是有讲说 其实他们很不信任这个制度 因为他们说 其实有听过很多 很多小道消息 就会发现什么 一箱一箱的邮票放在 不是邮票 票放在什么垃圾桶上面 就是根本没有被算进去 感觉就像川普退文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就会被他的 然后川普的推特就会被 推特给ban掉 哈哈哈 对应该说我应该说可以想象啦 因为像 呃 如果说你看到现场投的投票结果 假设啦 是川普赢好了 嗯 那最后却因为用 邮件的投票 另外开票之后 哎有些票重新关进来 变成比如说川普输 哇这一定会发生暴动吧 大家一定觉得 不管那个票有没有被作票 你可以想象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为什么原本版本是他赢的 然后你结果有一个不知道 有很多不知道 从哪里寄过来的票 结果开了之后 那个那个有结果又换了 这一定会造成这个美国的动荡 所以其实很多美国的很多州啊 或是都已经开始准备预防暴动 对对对 很多商店他说都已经把那个门拉下来 或是要钉那种木板 嗯对 然后我们听一个来自这个 跟美国政治比较熟悉的朋友讲说 我不知道那个 那个他说那很特别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纽约 纽约他说为了避免大家暴动 他们在路灯上面 涂润滑剂 为什么 对很奇怪 我不懂为什么 他用意是什么 他用意是说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暴动的时候 很喜欢爬路灯 然后他就会掉下来吗 之类说这样怕 我就让他们爬不上去 对对就 润滑剂这样就爬不上去了 All right OK whatever 就是好吧 他们总之他们 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样想想台湾人还蛮可爱 就顶多在网路上骂一骂而已 对会开夜市啊 大家会就 啊 选举复工 这样对 好像不会去 好像不会去爬路灯啦 嗯 好回来 对所以哎呦 反正我们 因为我们两个今天就又在那边 因为我们最近失去了CCC 他今天 我们的实习生 对他今天入伍了 哦对对对 我们怀念他 不会 不会啦我们相信他 好像立FLAG 我们相信他也很快四个月 就会当完兵出 你知道他 他还传讯息跟我说 哈哈这礼拜好像没有题目耶 对 没关系 没有他我们也有办法 我们其实 因为其实 我们每天 都有在关心各个 不管国内或是国际 跟台湾相关的各种大事嘛 尤其是立法院 所以其实我们也整理了 这礼拜很多的相关性 对想说 好啦如果没有办法 成一个大 大的主题的话 那我们就来 帮大家update一下 这礼拜 到底发生哪些事情 第一个想跟大家讲的 其实 其实 我觉得自从 就是同婚通过之后 我自己感觉 就是身边在讨论 统治议题的声音 确实已经变少了很多 没有那么多吗 对仿佛好像同婚通过 就是一个 事情就结束了 对对对 可是其实 其实同婚过后 有更多更多 就值得大家关心的问题 对啊 因为其实 某些程度 就是在运动上 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比如说 你看你就觉得说 好像你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 就不再会投入 那样的关注 但其实 还是有很多议题 现在还没有完全被解决的 像是 同志 有可能有些跨国婚姻的问题啊 或是 他们的 那个 收养 对 收养小孩的问题 然后包括整个在社会上 会不会被 碰到一些歧视啊 那整个社会对于 平权 不管是 性别 或是性别认同 就是性倾向 这些事情的平权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但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 耶通过了 那我们大家可以回家了 对 就不再关心了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 蛮感动的新闻 就是那个国防的 有点像联合的婚礼 对不对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 女性的军官 跟他女性的妻子 就是一起出现 然后我觉得 那对我来讲是 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画面 而且据说 好像前年 刚通过那一年 本来要 就是国家本来要办一个 也是这样子的 但是 好像他们消息一出来 就受到了一些 压力 压力 所以他们后来就 就没有露面 可是我觉得 他们的出现 就是你看到那个影像 看到那个新闻 就是一个女性的军官 然后 摟着自己的妻子 在画面上 被大家祝福跟记录 我觉得他象征的是一个 社会对于这件事情 跟国家接受这件事情的 一个认可 因为而且那个婚礼其实是 就是用官方办的嘛 对 真的就是 联合婚礼 官方的活动认同 而且我记得 国家证婚的感觉 对国家级的证婚 对 而且我记得就是那个 有点像这样 讲证婚或什么嘛 这也是一个蛮高阶的军官 这种降级的军官 然后就 一定要给他们祝福 这我们感觉就是刚刚讲 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是 不是说很少数 很少 极端的进步分子 我们认同是整个国家 用国家的 的这个仪式来祝福说 即使你们是相同性别 但是我们会祝福你 有个美好的婚姻 用国家的仪式 来去祝福这对伴侣 我觉得还是需要勇气 因为你说 即使合法了 即使我们的法律 都已经认可 你们可以结婚 但是实际上 敢用的人有多少 对 这是另一个问题吗 都已经合法 后来还想怎样 其实也会是个压力 社会的那个压力都还是在 对啊 而且那时候刚 同婚刚通过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新闻说 啊那个 就是还是一下就 他们就去追踪 结婚人的离婚 就是说同志结婚离婚的 比例还是怎样 可是我觉得这很不公平 是即便是异性的离婚状况 就是也很高啊 对啊也很高啊 就是不能用这样子的 方式去去去看待啦 对 好啦回过头来 因为其实我们会讲到这一题 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上礼拜六 对 上礼拜六大家有去参加吗 就是听 呃这一年 今年的那个同志大游行 其实规模比较小 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不少啦 对啦 对但是 你要跟各国比 台湾现在 哇我们这是游行人很少 大概多少人 啊只有13万的 你知道你知道世界各国 他们说 好 圈圈查查 什么 但是因为我有一些同志朋友 我就跟他们在聊天 他们就说 哇今年人很少啦 只有13万 外国人都不来 13万而已 哇 他们想来 要先关十四天这样 但是 但是其实 好比较一下去年的数字是20万人 确实是少了大概7 三分之二 对 剩三分之二 对 但是这个数量还是很惊人的 然后今年的主题 因为每年都会有一个 同志大游行的主题 slogan 然后去年是什么 同志或促笔 对 今年呢 今年是叫成人之美 为什么叫成人之美 我看了一下啦 他们因为今年是18届 然后18 好 这个很有趣 18是大家认为一个成年 哎对 我们是国家成年18岁 就是我们满18岁之后呢 就叫做成年的 我们犯罪 就是失同成年人 对对对 失同成年人 但是这是犯罪 要被受罚 叫失同成年人 但是呢 投票 投票要满20岁 对 你18岁就要 这个负这个 刑事的 刑法上的完全责任 但是你要到20岁才能投票 所以他这个就是成人之美 是有点这个谐音 就是说 像象征这件事情 已经成年 但是他同时也在回应一个 就是台湾 一直以来都有在讨论的 就是18岁公民权的问题 对啊 18岁可以成年 对要负法律责任 可是不能投票 不能参与公共议题 没错 因为同志 同志议题也算是一个 台湾很成熟 被讨论的一个 公民议题嘛 对 可是你已经成年 你却没有办法加入讨论 就是他们想要去 为这个声音发生 有点像这样 就是你之前我们可以面对的是 那 同样性别的互相相恋相爱的人 嗯 他们却没有结婚的权利 嗯 那我们这样一直 我们想有种弱势嘛 那其实台湾还有另外 另外一个族群也是弱势 就是18岁 那明明我们18岁就要负 完全的法律责任了 但是我们却没有投票权 就是 这种投票权已经是最狭义的参与 公共事务的权利 却没有 一样是被法律的等这层次所歧视 说就是被少数化的 对 所以也是在呼应 就是说 我们18届 第18届的同志大友情 就要呼应到 我们18岁的人 却还没有办法直接参与 公民的这个 去投票这样 我自己观察一个 我觉得同志大友情有趣的地方 你有参加过吗 有 有去绕过 有去绕过 但是我觉得 就是参加这种游行的 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其实他现场不会只是 只有同志的议题 对 就是他是借由那个场合 是 大家可以去 发表 自己关心社会上的 任何的主题 对 就是不只是 各种弱势 对 各种可能没有平常被关注到 议题 大家一起来 对 我觉得去年蛮有趣 是有看到 因为那个 香港反送中的事情 然后就是有看到一些 团队他们说 就是也把香港的 这个反送中的议题 带到游行上面 然后 因为我自己有参与一小段 就是游行的路 然后他们就遇到 没有走完就对了 那么委婉 我中间落跑 因为太长了 但是很有趣就是 中间走到一段的时候 遇到一群路客 很酷哦 对 去年 大家很怀念 对不对 所谓的路客来自中国游客 好久没见到他们了 对 很好笑 我们就遇到一群路客 然后结果 就是那个带头的人 就大喊 就是说什么 香港支持 就是台湾人支持 反送中 光复香港 对 然后我就看到那群路客 他们反应如何 他们 我们遇到的第一群人 是很尴尬的离开 不要为难他们 然后有另外 就是比较零碎的 各体户 就是有出来 就是也画瞎 真的假的 但是他们画瞎不是对吗 就是有点像什么 中国万岁 中国万岁 那种感觉 就是对 OK 也没有真的 那个暴力相向 大概就是互喊而已 我觉得这就是游行 就是应该说 同志大游行可爱的地方 就是确实 反正你知道他也不是 我们在地人 所以他也不敢 他应该打不赢吧 面对几十万人 这样子 然后来呀来呀 试试看 可是我觉得又是 就是那个 我在场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 你可以表达你不同的声音 其实我们也尊重 你的那个立场 对 即便我们不认同 可是我觉得 可以这样子 去互动 是蛮有趣的 也是让他还享受一下 哎呦你看台湾的 社会氛围 你看我们是可以这样喊的 对对对 还不会被抓 你回家可以吗 你喊喊看 他可能下次又来不了台湾 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又连到一个 就是其实像今年 又有另外一个事情是 国民党的青年团 嗯 他们其实有组队来参加 同志大游行 嗯 结果他们当然来参加 但就是前后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波折 但他们来台湾 来参加之后 哎 结果还是被很多的这个 这个 同志朋友 或是 倡议这个议题的朋友酸 被酸爆 他们酸的点是不是 对 我觉得这其实要大家回顾一下 我觉得其实 当然也不能说是 这些国民党青年团 这些人的错 但是因为其实在整个同志运动 的推动以来 国民党往往其实都是站在 against 嗯 站在反对 同志 比较多数人啊 你也不能说全部嘛 对 那而且 而且像 像国民党青年团嘛 他们这是 这个他们说要参加的消息 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 一开始还有 还有新闻是比较正面 但是讲说 哇他们 这个这个什么主席 好像也也同意啊 然后让青年团代表国民党 去参加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吗 对 但是最后发现 因为这个新闻 将有这种感觉传出去之后 他们自己党内就爆了 哦 就说 搞什么东西 不太好 这个 这个搞什么 竟然让这个同志 什么这个 什么国家都要灭亡了 类似这种很奇怪的言论 所以他们就说了 说啊没有啦 就是刚好 他们说他们要去参加 但是这不代表 党中央的意思 要切割 对 要做一定程度切割 所以其实 国民党本身 就即使到现在 他们对这个议题 还是倾向就是 要拉开距离 他们against 反对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那是因为 他们的票偿的问题 对 就是他们可能大多数选民 还是以反同的人事为主 对 他们的支持者相对的都是 对这件事情吃反对态度的 所以 他们要 要持续去照顾这群选民的话 就是会 一样会反对这样的议题 而且其实在这个运动 推动以来 像 几次像201314年开始 大家开始逐渐的在体制内 要去立法 要推动这件事过关 那其实在立法院 推动的这些 这些法案的立委 都不是国民党的立委 那都是当时的在野党 比如说民进党 或者是其他的政党 或者是到民进党过半之后 那国民党不管在执政 或在野 基本上都是忠实的扮演 反对同志回应的力量 那可能的话 有少数几个立委支持 但是我相信大家可能 对一些立委 国民党立委 在那个立法院里面的发言 都非常有影响 就讲述起来很夸张 对于同志那种歧视的话 那你也讲过啊 其实明代 它代表是民意的声音 如果它代表那群人的声音 它没有在它那个实际点上 去表达出来的话 它下次它就选不上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 是政治人物的一个选择 某些程度 其实大家 2018年年底的时候 不是那个所谓的那个 同婚各种婚姻平权的公投吗 那某些程度对于这个支持 同婚的这一派算是一个挫败 因为反同方 所谓反同方的那个公投大胜 那其实2018年底 有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 在2019年的时候 那这个因为之前有大法官的事件嘛 2019年民进党政府还是决定用那个事件的一个专法 然后去通过让同性婚姻合法化 那这种东西就是一种理念和选票的拉拔 就是即使身为政治人物 我即使知道说 这个措施 这个方政策 可能会让我选票 流失 但是我觉得这是对的 我还是要去做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对 那你就不要投我 但是我相信我做的是对的 所以这是这种政治意志的展现 那如果以接果论 那他们的挑战是成功了 OK他们做 他们做了这个推动 这个用另外的方式上 同性婚姻合法化 而且他们也选赢了 但是你是follower 你这个政治人物是跟随者 OK你就随着这个 好像风往哪边吹 这个名义往哪边吹 我就往那边摆 还是你是一个leader 你是领导 名义说 我告诉我的选民说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那请大家相信我跟着我走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差别 所以你说国民党 他们现在某些程度 就是被绑架 因为他们的支持者 就是某个倾向 但他这样子是把自己 就越说越说越小 对那你也没有 办法去领导你的支持者 开窗另外的可能 你也不会有新的拓展 因为没有啊 你就失守你的这样的支持者 对所以就是 这也可以看到这些 为什么这些 就是政党的版图 会这样的改变 不断的变化 国民党对 被骂 活该 好了说到国民党的选择 政治人物的选择 就是今年的游行呢 蔡英文他有表态去支持 然后就发生了一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原来 台湾有一个东西 叫国家祈祷早餐会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都没有陪他们吃早餐 没有 就是反正因为蔡英文 他表态支持这次的游行 所以在那个国家祈祷早餐会 他是 你先讲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我很不熟 你真的很不熟 反正他就是一个 宗教团体吗 一群宗教团体 一群可能是势力比较强大的 就反有组织串联起来的宗教团体 然后我觉得他一定是有很大影响力 所以总统才会参加 因为之前几次好像有参加过 对对对对 结果没有想到他这次因为表态支持 同性婚姻呢 那这个国家祈祷早餐会 筹备会就建议总统 不要来 然后派人来就好 那蔡英文总统也蛮有志气的吗 他就说 我没有要去 然后我也不会派人去 就是这种感觉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此时此刻啦 我自己的想法都是说 因为我看到那时候 其实蛮多就是大家 然后在酸 就像酸他们 在说什么啊 那我们换我们来去跟蔡英文吃早餐 然后一个什么hashtag 忘记那个hashtag叫什么 对就是在社群上玩这个梗 但某些程度我现在是觉得说 那在法律上 在立法程序上 在体制内的运动 其实已经赢了啦 对吗赢了 对啊 好啦不要再弄人家 对啊那他们 我相信他们 是真的很虔诚的相信 对他们这件事情错的 那某些程度我也相信说 你很难用道理说服他们 那就让他们慢慢随着时间去 去改变想法 或是改变他们 也许就之后就不再 那我们的记者其实也有写到啦 就是一个同光同志长老教会的 呃就是发言 他们就说其实 其实同 我不确定 因为我自己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其实不太 真的能很能了解他们的立场 可是据我所知是 他们在他们的信仰中 就是同性婚姻这件事情 是违背他们的信仰 就是有一种 有点根深蒂固的那种观念 然后你就去打破他 让他们觉得很错 所以他们其实真的是 需要一些时间去了解 对所以 对就是 祝福 对就是给大家有机会 对 对我们也不要跟他冲突啦 就祝福 因为大家没办法 我们相信我们得理解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嗯祝福他 好祝福他 好 然后我们下 下一个想要跟大家聊的是 诶 我觉得Podcast蛮久没有关心国会 对啊 因为很多国际议题 而且我 我们自己也是非常困扰 因为像我们的记者 其实算是 呃 常会跑立法院嘛 对他们很真正啊 那下立法院就很困扰 就是常会碰到一件事情 就是国民党今天又在背革 那我们就很尴尬 就啊 就抬那只道具猪出来 诶 他们那个猪 放整天 CP值很高耶 对放好久了 说哦这个 用好多次 但是就没有戏啊 就是 那事情就没有进展 那那个会议也骂开 有啊 现在有人行立牌啊 也弄好几次了 那那个你拍了久也会腻啊 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今天立法院又没有 没有事情发生 又没有戏了 那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啊 这样很无趣 这样很难对我们的读者交代 那你先 你先讲一下 说不定有读者 就是最近 还没跟上 关心美国大权 没follow到国内的事情 就是因为立法院 他呃行政院长 其实需要 立法院开议之后 需要来立法院做 报告 就是哇我要跟大家报告说 我接下来这一年 要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 那但是呢 这个行政院长的报告呢 不断地被国民党背革 就是不让他 不让书贞上院长上台报告 然后接受这个咨询 但我们自己觉得很奇怪 就是因为其实咨询那种场合 其实是立委 立法院表现最好的机会 在野党立委表现最好的机会 因为行政院长要站在那边 给你问 给你问 那个就是质疑 说你有什么对 美猪美牛的进口 有什么质疑啊 你对也许国安军购 有什么国防军购 有什么质疑啊 那你对各种 比如说治安的事件有什么质疑啊 哎这是你很好表现的机会 因为出生商在你对面 要回答你的问题 很大的行政首长 但是国民党就有点放弃 因为拿那个猪猪出来 就是啊猪猪 然后很可爱这样子 就是不懂 然后这样他不是放弃 自己的质询机会吗 然后你这样也不会有 美光灯焦点 为什么 因为你每个礼拜 都一样的戏嘛 就那只猪嘛 一开始觉得很可爱 现在看有点 有点腻了 对所以就是 他等于在浪费自己的机会 监督政府机会 而且连带的让其他的立委 也没骂质询 因为虽然你说 像多处党是民进党 但民进党立委有些质询 这个监督执政党 这个行政部门的措施 有时候也是监督的到位啊 或是像国有 其他时代力量啊民众党 或是其他无党籍的立委 他们也需要 也想要监督 他们自己想要监督的事情啊 但因为国民党这样一搞 嗯那大家都不用玩了 那谁最高兴 那其实 你要被咨询的人不用上台 那不是现在最高兴 因为我们不是有讲过说 其实健康是不分党派的 就是关于美猪美牛 为台湾人民健康带来的疑虑 我相信是不 就是不是只民进党 国民党 其实两党应该都很关心 所以或许就是有一些 立委他们有一些代表的声音 可以去监督政府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对但是就是国民党这招 这样玩下去就就玩砸了 而且这样就会 我觉得这样另外一个麻烦的点 就是他把一个可以很 他不是就是进口和不进口 两成而已 他可能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让 让我们就算进口之后 他可以有一些把关 那有些什么标章的设计 让这件事情 变成是可以 呃对健康更好的 这个守护我们国人的健康 但是他想法打成 就是好像变成是党派之间的问题 嗯那你想要做更细致的讨论也没办法 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 但那他可是我们的法律或是说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一个解放 难道他很有毅力给你一整个会起 全部都这样搞 那不是很很惨吗 对我某些程度啦 就是这个东西一样是政治能量的问题 如果国民党这个不断的背格 不断的背格意识 有可以达到政治能量的话 他就会一直做下去 因为有用嘛 他会得到名声 但目前看起来其实是没有 就是大家不知道他在干嘛 然后只觉得他们 就愿意像浪费时间等等 所以当然有可能他们自己未来 要想办法找台阶 嗯 找台阶下 虽然中间已经好几次 大家有台阶 但是他们不愿意下来 那再来就是说 好那总咨询 就是这个程序 如果真的被背格掉 就是我们整个我们 之前有讲过 立法院有会期 就很像大学的学期一样 好这整个需要被 执行的时间 需要开会的时间 都被背格掉了 那其实 也没有差 就只是说 浪费大家监督议会的 监督政部门的职 超级浪费国家资源 对 那就是 让他们混过去这样 但是这样一样回到 那受损的是谁 那 受损是我们啊 对国民党受损 那你要朝谁算账 好 大家就记得用选票找谁算账 那 这个就只是说 那个民意政治嘛 这个要这个 向选民负责嘛 如果这个东西反映到下一次 的投票上面 好 国民党你就知道 你下次不要这样搞了 对 可是我怕他没选上 他搞不清楚 他自己做错哪件事 太多了 所以不知道是哪些事情 不知道怎么改 这也是有可能 对啊 但只能说 嗯 没办法 我们现在的 主要是AA党 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好了 我想说那个选民可以没有耐心 但我们记者会很有耐心 对对 你们可以看看 每一次租不同的照片的角度 哎 这礼拜用不同的角度 这样子 应该把记者抓进来 问他说 你腻了吗 对 然后对 拍出拍出什么心得 对 呵呵 好 然后 最后就是 嗯 因为 这礼拜除了 美国大选是很重要的 国际或是政治 世界政治大新闻 可是在国内 我们还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新闻 也是大家要持续监督的就是 中天新闻台 有没有要下架的这个大议题 对我们跟了很久 对我们真的跟蛮久的 但我我自己看我们 我们家出的两篇文章 然后我其中一篇想要 拿出来跟某某问 就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可能就是那个标题 标题 标题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最新的民调指出 中天撤照这件事情 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支持 不乐见 就是不乐见说中天 新闻台被下架这件事情 有百分之五十三 嘿嘿嘿 所以我就觉得 哎 这是跟我就是平常生活 所理解的那种 民意好像 差很多 差这么多你知道吗 哎我以为大家就是 知道就是这个新闻内容 做的没有很理想 这件事情 对早就想拉下来很久了 怎么会出现这样子的结果 当然了 我自己觉得说 这个问法当然很重要 但我某些程度也可以理解 就是 嗯就大家可能会 被被问到说 啊那你要不要把他给下架 要不要把他车招的时候 都会觉得 啊好像也没那么严重 因为大家会倾向去做比较 没有那么aggressive 那么严重的选项 大家其实在做 比如说我们在 呃问卷填问卷的时候啊 你去餐厅填问卷的时候 你通常很少选一或五 通常都选四 或是二 就你非常喜欢非常不喜欢 都会往中间靠嘛 嗯 所以当这个问题的提降是很极端的 你要不要把他下架 大家就 嗯 好像 可是要是我就会 要 对啊那你就是三 你就不是那三三三三 你就是那三三趴嘛 三分之一的 所以大家其实在回答问卷的时候 我本来就会倾向不要做那么激烈的选项 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做反过来 那 如果这个事情是应该做的 因为其实大家在去 民众在去做这民调的时候 他也不会被了解说啊 NCC啊或是 呃不管他们内部或是外部的委员 他们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审讯的过程 审议的过程 因为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那又基于什么样的法律的规定 所以他们要 可能会做出撤照的处分 也不是撤照 就是不给他新的六年执照的处分 那这个事情其实一般民众没办法那么快理解嘛 他们可能理解到就是说 啊他是不是报太多这个韩国语啊 他是不是因为报太多政府不喜欢的新闻啊 所以要被下架 那如果一般的民众是这样子的话 那本来就容易倾向去选择说 啊还是不要把他们所谓撤照好了 因为里面其实有提到说 像那个NCC他们要做出一些决策 其实有时候也会based on 就是民间的一些反应 可是这样子的数据其实好像 当然这是单一的数据 但是要去说服就是一个 一个新闻台要被撤下来是 可能是民间的一个普遍的共识 好像就变得很困难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说 这个到底要去的是专业的审查 那专业审查本来意思就是说 他不应该是用民意来决定嘛 所以NCC就是这个主管单位 他是一个独立机关 那背后代表就是 专业嘛 他应该就他的专业依法 去处理这件事情 确实是大哉问啦 他就说这种事情到底是要交给专业 还是诉诸民主 还是对你看想说 如果我们要公投来决定什么 哪家新闻台应不应该留在 这个这个新闻台上面 其实想想也蛮恐怖的 是没错是没很恐怖的 对对你就想说那这样子 什么公事可能没有人看就没有 就不见了也不一定啦 这有可能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哦真的 嗯哦蛮可怕的 而且我们最近还有一个独家新闻 哦对这个新闻我也是印象很深刻 主要是 主要是 我觉得我们标题其实都下的不错 哎呦来来来 这个标题是 蔡衍明公然说谎 请谈好 旺中微信的群组呢 就是 旺董事从 这个标题真的 旺董事从 证实说蔡衍明介入中天中视 跟中史新闻的直播 对那里面大概就是在讲说 蔡衍明就是有一些微信的群组 就是有加那些长官的群组 新闻各个新闻他们旗下各个新闻台的主管 对 哎这样一只手真的就可以掌管世界 对啊 对啊 就他就 等一下要给我骂谁谁谁这样之类的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新闻报导 文章中就是有一些微信的截图 对 然后证实说 蔡衍明有在做这件事情 你讲一下 讲一下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读家 那个 像那个微信的群组 其实就可以看到 像蔡衍明就跟他们的旗下这些 媒体的主管讲说啊 接下来 大家可以来骂NCC什么事情啊 骂NCC沦为民进场打手啊 骂这个什么 谁谁谁是是是是是什么样的人啊 然后而且这些就是他们那些 新闻主管还会啊 收到收到 然后还可以说是还会说什么啊 大家应该要提告某些政治人物啊 告他们假新闻啊等等的 所以其实从这个群组里面 就可以看到出来 他确实是在对他们旗下 媒体这些主管下指令 但是为什么这样不行呢 这其实有跟前面一个事情 事件有关 就是他前一阵子有参加NCC办的听证会 他在听证会上面其实是跟 听证会就跟NCC说 没有啊我没有我们没有跟他们 我没有下指令啊 我没有下指令啊 可是他下指令的定位定义可能跟 就是认识不同 就是你老板说你等一下要做什么 你说好收到 然后 然后你没有去做 然后你说你看啊 我们这不是下指令 没有嘛这就是你老板 说要怎么做 然后你说收到 那就是下指令啊 他自己的说吧 是说啊没有啦我们有个群组 但只是沟通啊聊天啊等等的 并没有指示他们怎么做 我要那就是 我们认为这他就是公然说谎嘛 我们得到这个截图 就是证明了你根本就有下指令 根本就有在指挥 但我有个问题 因为像这类的新闻啊 其实我们就会去想说 是不是有人特意去做的一个 一个视窗 就是我们要怎么确定说 我们的这个source是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嘿嘿嘿嘿 你再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了 因为其实沃草 沃草就是也是会监督 就是我们说的source 不是说什么大家来爆料 我们就 对 随便就会给 嗯 对 我觉得这其实就可以 有样挑战就是 呃 像有些有些那个在 交媒体试图啊 或是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都会很强调就是 那这个消息来源 他也没有揭露是谁 来自于哪里 嗯 但是这个时候某些程度就 这个taxbook教科书的 这个媒体试图 可能当然会这样讲 就是我们当然要写出 消息来源 对啊 老师以前都说要写 对 然后才可以被verify 被证实 就可以可以被验证 嗯 但是如果我们碰到一些情况是 好 我们如果把这个消息来源写出来 这个消息来源就就死定了 呵呵呵 那在这种情况下说 那你们 我们身为就是记者或媒体 你们必须做选择 你用把这个消息呈现 这种匿名的方式呈现 那可能会降低这篇报道的公信 对啊 就一定会有人攻击你 或是反的人就说 啊你这个新闻 你就没有说是谁讲的 对啊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又衡量说 不行 这个消息非常重要 嗯 就是这个叫做衡量说 那这个 哪一个事情是比较重要的 让大众去知道这个事实 比较重要 还是 不行 我一定要 我要嘛就是把匿名的 匿名消息来源写出来 要嘛就是我感觉 干脆这篇报道不要写 我是要做哪一个选择 那以这篇报道为例 因为我们觉得像 这样的一个 群组内容非常重要 嗯 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来源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来源是可信 哎 我当然很可信啊 哈哈哈 不好意思多说什么 对那我要讲说 对没有这个不可信 不可能 但是可信我们才会发嘛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个来源 不然的话那 他们就抓到说是谁流出的 那以后 这点他就混不下去 然后再来就是 那我们也可能得不到 这个来自于内部的爆料者 嗯 对 或是这个叫做吹哨者的 可是这个真的是很两难耶 嗯 因为你必定一定会遭受 其他人 啊你的source是什么 你的来源是什么 这样子的质疑 可是你同时又要保护 就是这个来源 所以我觉得这一样是 就是选择嘛 就是你要 衡量就每个 所以 所以大家好像说 啊 有个媒体有没有立场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是展现立场的时候 我们当然对 事情有立场 所以我们去衡量说 某个东西对我们是 比 某个东西重要的 嗯 你没有所谓的完全中立嘛 我们会选择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说 我们觉得揭露这件事情 跟这个什么 要要去什么 啊我们不能用匿名来源 这个事情相比 我们觉得要揭露这个事情 也是比较重要的 嗯 就是 还是要选一个去 但是如果是我 我觉得我也是会保护 就是 哦 你不会把他写出来 那 比如会不会 会不会就是说 因为他说 啊不行啊 这样子 这样子不要写啦 不要干 这样子不会被发现 那你就不发这篇报导 其实就算 其实这个 就算他没有跟我讲说 不能 不能写他的名字 你觉得怪怪 我还是会 自己帮他匿名 因为我觉得他牵扯的东西 有点太 太杂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 你很难想象那边的势力 范围 你面对的那个敌人 可是如果这样就很挑战 你说 哎 你这个连来源都没钱 你是不是假新闻 你是不是那个什么 群组 截图你自己做的 这就是我们自己吃 就是这我觉得 这是媒体 媒体的选择 没有 其实这也是 卧槽的选择 不是吗 对啊 要伟大什么 就是 我在拐个弯 夸奖自己 应该说 应该说好 这个新闻出去了 然后当然我们会 一定会收到一些 说你这是假新闻的消息 那我觉得 是不是假新闻 大家可以来验证 嗯 因为我记得这个 这个后续其实是 他们有问那个 那个 那个 蔡衍明 他们那边 哎 是中天 就是望中的人 对他们 那其实他们 也没有说拒绝 他们就说 啊这是蔡董 那个讲话比较 就是 对啊梗子啊 只要直接啊 对啊 没有啦 哎他们并没有否认哦 对 就其实以结果论 对这是真的 对 但我觉得这个 东西是发生在说 那我们记者 我们媒体工作 在做这个 你在决定这个瞬间的时候 怎么办 这个人 这个消息来源 但是我思考的是 出去就会有人 帮你verify 哦 就是你先出去 他会帮你verify 就是当然是 前提是你自己已经 很确定 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出去 一定会有攻击你的声音 可是也会有一些声音 是会帮你 就让子弹在外面飞一会 对 等一下 对 等一下 虽然以这次 就像比如说我们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 那些新闻的时候 当然 如果有匿名消息来源的时候 当然你就要重新去思考一下 诶 那你该不该相信这篇报道的内容 因为他就有可能是 泛话或什么什么的 但我觉得以匿名的定义来讲 不是说连记者本人都是 匿名的得到这个消息 你懂我意思吗 总会有人知道这个是谁 对对对对 就是说 就是说 就算记者不知道 总编辑起码要知道是谁 你看你说谁 我妈 但我的意思是说 对我来讲是 哦 我听到这个是匿名消息 然后有人跟我讲说 这个是匿名的 但怎样怎样 我觉得不行 对对对 我起码off the record 我要知道是谁 但我可以帮你匿名 对我可以帮你匿名 就我们不知道 不然我们会怕 这样子之后 大家会常常什么 丢成匿名的检举信 然后我们去揭发什么 没有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也会常常 收到一些奇怪的信 然后说什么 谁怎样谁怎样 嗯 我们也会经过 一定程度的验证 我们也去追 我们才有可能会把它写出来 不是说来寒照灯 这样子 对没那么简单 我们也是经过验证 那这样子 这个状况到底 也是跟杯葛一样 要继续演吗 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结束 或是一个答案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也是我们前两天有一篇报道 那其实我们自己的读者 网友也在下面有讨论啊 这也是有一个匿名所 这也很尴尬 就是呃 现在的争论就是像 到底要 因为之前有开过听证会嘛 就是NCC开听证会 然后有这个旺中 旺中的解释啊 有这些学者专家 叫做鉴定的人 去 有点像去 去询问旺中说 那你们这样子 有没有什么问题 等等的 这样一个 有点像辩论 那前两天是 像时代力量 但他们也是 也是在监督中天 希望他们这个 不能够轻易换照啦 但他们提到就是说 希望中天能够 NCC再帮 再开一次 中天的换照听证会 那那时候我们就 因为我们有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 但是我们有去问一些 相关的传播学者 他就说 他们跟我们讲的答案是说 如果要再办听证会的话 可能会拖延到程序 那拖延程序的结果 就是会让中天 帮助中天能够拿到 续拿到执照 对 那这有点像是 现在的一个辩论重点就是 那我们到底该不该 我可以理解这种 比如说时代力量的想法就是 我们必须把程序 跑得很完备 这样子我们就有百分之百的理由 让中天不再拿新的照 但是某些另外一方的做法 就很像是说 好我们现在见好就收 我们现在的态势 已经是大概 我们要的证据都有了 那我们就赶快做出一个决定 不让中天换照 就不要夜长梦多 不然你再开新的会 然后这又会 你开了一个会就说 那这个会议程序准备又不够 那我们要再开下一次会 就拖着拖着拖着 那可能就会 不断地延续下去 就永远没办法做出决定 所以这一样是个选择 那这个很有趣的是 我们这篇新闻啊 昨天前天发的时候 因为这位传播学者 一样 我们没有写出他的名字 那一样我们有被网友挑战 就说啊 这个没有写名字 知道是有问题 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我觉得我们也必须接受 因为我们一旦也问的 我们真的也去问了 那他也真的跟我们讲 这样的他的意见 但是他也担心说 他的名字呈现出来 不管是望中可能的集团 会对这个学者有意见 因为之前也出现过啦 有人反望中的学者 就被望中的所有 旗下媒体攻击 那或者是说 他也怕说这样讲 那会被认为说 啊我在故意去挑战 时代力量的说法 那他也不想要这样的困扰 那这就是一样 是记者 我们要帮他评估 我们作为媒体 帮他评估说好 那我们自己觉得说 你的意见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你名字的漏数 会让你对你造成非常困扰 那我们要不要罚 我们要不要写你的意见 那当然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还是把他的意见给写出来 就我们昨天的报道 对也是引起一些讨论这样 对 你说我们的读者的讨论 对对留言 哎呦好难哦 不我觉得都选择啦 因为如果都是发一些 就是大家都觉得很safe啊 就是很安全的报道 我觉得也没有意思 我们本来就是在挑战嘛 我们在挑战这个社会 对于很多议题不同的看法 那大家就是也可以来挑战 我们做得够不够好 有没有什么要感情的地方 其实我就有一个有趣的观察 我觉得我们应该算是 目前线上媒体 不论那是大众或是非主流 追下架中天追满凶的一件 算是很认真在追 很多那个独家 那个报道都我们做出来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 其实我自己看那个电视新闻 你会发现其实电视新闻 很少在讲中天的事情 对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 带来到电视新闻的结构 算是这个什么错综复杂 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想象 当然必须说像蔡衍明 这个所谓旺董 他其实跟很多的 这个电视台老板的关系 也都蛮好的 那再来其实电视台 他们有些很 大家可以把电视台 每个频道那个台 想象成是一个商品 但是那个频道的位置 比如说49台到56台 是新闻台嘛 那个是货品的 那个质物价 因为很像便利商店的 那个位置 好 所以你一个新闻台 你一个节目 要做节目 你看做得很辛苦 你要租场地 你要有来宾 你要有主持 你要找到一堆人 花了很多钱做节目 好 那那个商店不把你上架 你这些钱对你都白花 标然 对 所以其实真的在决定 很多这个新闻台之间的 势力影响的是 叫做系统业者 就是我要不要把你这个节目 放到我的架上 我把你放到49台 我把你放到50台 把你放到51台 或者我把你放到200多台 那个是电视新闻的 或是电视的生杀大权 对对对 我不把你放上去 哇你的节目做得再优质 没有用 没有人看到 然后你没有在上面的话 你也没办法去分什么广告费啊 等等 你没办法谈嘛 你没有收视的话 所以很多系统台的业者 他们其实同时自己也会有新闻台 就他同时有做商品 就像Seven和全家都有自己的商品 可是这样很不公平 那我当然是上我自己家的 对 所以就是会有这些 彼此会有这样的竞争关系 所以很多大的系统台业者 他们有自己的频道 然后他们自己有时候也会交叉事故 或是彼此会有些很好的关系 要维持一定的恐怖平衡嘛 你不上我的我也不上你的 所以他们都会有些恐怖平衡在 所以彼此电视台业者 有时候他们在做这些新闻的时候 会互相给面子啊 对对对 那互相或是 或是望懂 其实平常这个 听说也是交友广阔 跟大家都关系蛮好的 我也有听到一个说法说 你虽然现在出事 这是我 不也是匿名来源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蛮合理的 就是你也不知道下一次出事了 是不是你 你现在大别人打得很开心 到时候 别人反怪也来打你 嗯 就是有点说 哦好啦 我也没有说攻击你 但我就是不报 低调处理 对 低调处理 对 所以确实就是 你可以注意到有些新闻 某些媒体真的不太敢报 或是 淡淡的报 没有去强调 对 所以大家要 关心这个望中会不会下架 中天会不会下架 一定要锁定 或者 看电视可能没办法看那么多 对 看电视 中天自己报很多 你可以看中天 平肯一下嘛 哇哇哇这个 看一下对 他们自己怎么讲自己 怕长身体 那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上网要看一些中天下架 而且想说不要老看只看我们的嘛 就是想说不一样的媒体观点会不同 因为我就Google中天下架 然后我就Google那个 没有我是YouTube 就跳出来全部都中天自己的 对 他们当然就就涉及新闻啦 涉及自己的电视台的新闻 他们做有一系列 几乎常常现在天天在做 嗯 他们还有分享他们制播新闻的流程啊 什么什么 对 祝福 祝福 祝福他们 好啦 不要再帮他打广告 对 但我觉得看完 当我们打广告就好了 蛮有趣的 嗯 不用去看他们的YouTube 来看看我少 来看我少 对 我们Podcast也是会同步放在YouTube上面 好 说到节目 其实 嗯 虽然作为新媒体 就是可能 就是在网络上露出比较多 但是我们也蛮努力 在推一些新的好的 内容节目 对啊 然后我们的那个 尬聊委员会第二集 对 千五万还 Podcast的另外一个系列尬聊委员会 我们其实前上个礼拜 前几天嘛 有推出 昨天 礼拜二的时候上的 对礼拜二的时候上 我们请到了两个市议员 新北市议员 戴文山跟台北市议员 林亮君 嗯 来分享 这个讲 我还是觉得 好 我讲好了 就因为我们这次 呃 就是这次的主题 因为我们 呃 呃 我要怎么讲 给我一点时间 啊 不不不不 刚好 尬聊 对不起 一下挂掉 就是尬聊委员会的那个主题 就是希望可以分享一些 就是可能政治圈啊 或是说 呃 在政治工作者的一些内幕跟想法 嗯 然后就是秉持的这个精神 然后加上主持人讲话有点尴尬 哦 不是不是那个 很尴尬 就尴尬 就尴尬 你们去听就知道尴尬谁了 对 然后就是用这个精神去找 然后这次就是蛮有趣的 就是他那时候就提案 就说 哎 他想要讲讲看女性参政 哦 因为其实从 呃 这这几年就会看到在 政坛上面有出现了一些 女性的力量 嗯 女性的声音跟 跟发言 然后但是在他们在参加的过程中 其实也遇到了很多的 事情 对 而且就是跟男性不一样 会碰到男性参政却不会发生的事情 嗯 就比如说 男性政治人物如果拍座就是霸气 嗯 啊 女性政治人物如果大小生就是 恰伯伯恰杂伯 恰杂伯 对 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先天性的差别 所以我们就是就找到 戴伟山跟林亮君 就是分享他们经验 而且我自己印象很深刻一段 好 这个可以偷听一下 但其实他们其他 报了一下 其他内容更精彩 就是他们可能出去 因为你知道明代 他就是要出去接触 市民啊 去拔弄啊 去跟别人的这个应酬 然后他们就怎么握手的时候 还会有人抠他手心 然后他就在偷摸屁股 就是这种 这种事情还是 一直有发生在社会上 对 而且我觉得他讲那个 我自己也是蛮有感触 就是说 你看连一个市议员 嗯 对碰到这种事情都 不敢讲 因为他但他有选民的压力 所以他可能不敢直接发难 那何况 那有时候会想说 那何况一般的民众 在碰到权力不对等的时候 要去反应 大家小时候 不是爸妈都会教你说 你在 就是你被摸 或是被性招耳当下 你要喊出来 say no这样 对对对 喊出来 可是 可是其实你真的 你是当生的 你发生的当下 很有趣 其实你 很有趣你讲 这个很有趣 不是那个很有趣啦 但是我是说 对不起 好危险啊 就是其实你发生的当下 你会发现自己是喊不出来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例子 对不起不是有趣 但是我说蛮特别的一个例子 我自己想到的是 之前那个馆长 他不是也被摸吗 对对 他当下也没有 想说现在是怎样 对对 你看连那么壮硕的人 他面对所谓的 身体的性骚扰 触摸的时候 他当下也是 没有办法反应 撒住的 对 所以真正的 对 所以刚才我们讲 虽然我们是讲说 年轻女性参生女 会碰到的问题 但其实我觉得 大家也可以回头去想说 这不一定是专属 在这样的标签之下 会发生的事情 对 即使是男生 你也有可能会碰到性骚扰 一样 我们要勇敢的出来 say no 我突兴骚扰 哈哈哈 我知道我可以讲 那一集 那个两个男生 都不太敢讲话 对没错 好啦对啦 所以大家今天要回去 有听到我们节目 去点一下我们的 另外一个节目叫做 尬聊委员会 第二集 对 有这个 戴伟善跟林亮君分享 年轻女性参政 所碰到的各种问题 而且我要脑粉一下 就是 就是平常 就是没有跟他们交流的机会 可是我现在想再听 我觉得 觉得他们俩好帅哦 哈哈哈 就是说面对一些 我们聊到的话题 然后一些不公的场面的时候 我觉得完全就是不输什么 黄什么肠 这样子那种 什么那种 你讲的 你讲的 你要被出证了 哈哈哈哈 就是说我们会觉得 某一些男性议员 然后大家都封什么战神的 一个形象 但是我觉得 哇这现场这两位 女性的名代就是 也是很有气势 真的 嗯 完全不会输这些 其他的 男性议员 所以听到这里 有没有赶快去点点节呢 我们相关的这个影片 连结 包括概连结 也会放到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什么 资讯栏 资讯栏 没错 嗯 啊 饭呢 来交给你 好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节目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脸书 IG 还有我们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的 watchout.podcast 这个Instagram 就是有持续在更新 都可以看到我们幕后各种 最新消息等等的 没错 然后因为最近啊 最近podcast 忍不住想要讲一下 就是 最近 竞争激烈 竞争激烈 而且我们已经被淹到不知道去哪了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国师是不是进来了 对很多人进场了 好紧张哦 嗯 然后其实 其实我会觉得好像生 政治新闻或是新闻类的 podcast 好像相对来讲 流量 或是说关注度也明显 就是越来越少 所以大家真的喜欢我们前面的话 记得帮我们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然后 让大家一起来听 留言 很重要 就是 对 就是唯一我们可以 知道你们存在 对 然后就都没有留言 觉得啊反正没有人要听 这样子 对我们就自暴自弃 没有啦 我们努力继续做 好 那就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去订阅我们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呢 一定要定期定格支持握草 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好啦 希望下礼拜有比较多主题可以讲 下礼拜选举结果应该 美国大选结果应该出来了 希望大家到时候都安在 对 OK 好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 下礼拜见嘞 拜拜 拜拜